这两天在微信里面又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报告 就是说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出现了一种叫做食脑的变形虫 这个东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98%以上 所以大家需要小心,需要惊慌,需要恐慌 最好这种自媒体说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语不惊人,死不朽 那么我就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到底多大的危险性 是不是有治疗的方案,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个和新冠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我觉得在当前情况之下,这种报告有点天乱 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专业性的解释 先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吧 这个东西是在1961年的时候在澳大利亚被发现的 这个东西的学名呢,调 如果说中文翻译的话是服侍 俗称呢,就是你们常说的 听到的就是食脑菌啊,食脑虫啊,食脑变形虫啊 英文里面也有个俗称叫做Brain Ealing Amoeba Amoeba呢,就是变形虫的意思 变形虫,因为它的形状啊,虽然是一个单核细胞 它的形状是不定的,所以我们叫上中文呢 如果你们学过初中生物啊,都听说过叫个变形虫 其实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变形虫来的 它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单独的一个科数 它是一个单核心的一种细胞 它存在于三种不同的状态 在环境比较好啊,它有足够的食物 温度合适的时候,它以一种 Amoeba就是变形虫的状态出现 就是当中站上的图,这个情况出现 你看到它形状是不规则的 它因为是变形虫,所以它的大小呢 大概是10到35个微米的程度 当环境不好,食物比较少的时候 它马上变形,它变形速度很快 大概在5分钟左右 它就变形了一种叫边毛虫的状态 然后呢,在边毛虫的状态之后呢 它会迁移去找它觉得合适的地方 它一般是以细菌,你土壤里面的细菌 作为食物来的 在迁移的时候,因为它形状不变 所以它尺寸大概10到16个微米左右 当环境非常非常恶劣 举个例子说,它的水温一下子很低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变成了一种叫囊抛的现象 就像一个囊抛的现象 在这种环境里面,它可以耐受比较低的温度 或者说比较恶劣的环境 它这个长度大概是7到15个微米 这种微生物,它喜欢在温暖的淡水里面生存 基本上温度是25度 所以这海水里面是没有的 在温度较高的地方 就是说40度啊,42度啊,46度的时候 就像现在高温的情况下 在这个淡水当中,它会就非常的活跃 所以呢,这个时候它的繁殖能力也是最强的时候 这就是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总结 它传播,它最主要的传播的方法 是从人的鼻子里面进入 然后呢,通过鼻粘膜到了脑部 经常发现的地方是在温暖的地方 在美国,举例的话,就在美国的南部 特别以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案例最多 其实它并不是美国独有的一种微生物 世界各地都有 我就说最早的时候是在澳大利亚被发现的 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基斯坦都有报告 很不幸,中国也有 2016年8月14号 深圳有一个男性 43岁的男性在景区里面游水的时候 回到家 大概5天之后开始有头疼咳嗽的现象 十几天之后死亡 然后在尸体解剖之后发现 它脑部就有这个变形虫 所以说这是世界上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东西 常见的东西 它是大自然里面的东西 一般的不大会传染人 因为在美国我们做了很 65年开始我们就做了各方面统计 从65年到2018年 在美国一共才发现了148宗 100不是每年 就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50年里面才有148宗 平均每年大概只有0宗到8宗 这是一个图 从那时候开始你们看到了 每年最高的时候是1980年时候 8081年的时候是发现8宗 其他的时候基本上是5、6宗 或者是没有 你们都看到了 所以今年发现一宗 并不是说这种东西会人传人 这种东西会造成一个大的恐慌 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这种就是自媒体 断脏取义 或者就告诉你们一点 滑重取种的消息 弄到大家的恐慌 其实根本就不用早期 一般你不在湖泊里面游泳 根本就不会染上这个病 如果你不小心喝了这方面的脏水 你比如说我去外面玩 回来了 喝水会不会从那个水里面喝进去 因为他一定要从皮孔里面的鼻黏膜里面进入 才会染病 到口腔里面进去 到胃酸里面 他是熬不住的 这个也可以看到 大部分染病的人是年轻人 你们也看到了 按照岁数来说的话 最常见的是10到14岁的时候 10到14岁的时候 在湖泊里面玩的时候 他不是太注意 玩得比较疯狂 那么就有可能 最容易感染的机会就是夏天 特别夏末的时候 一般是七八月份最厉害 七八月份的时候 因为水温比较高 水位比较低 所以比较容易搅动 湖底或者河流底部的那些泥沙 把那些食脑虫给翻出来了 然后你在下面潜水的时候 玩水的时候 就会从鼻腔里面进入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时间和地方 症状 它最主要引发的是 从脑部进去之后 就从鼻子里面进去之后 影响脑部 鼻腔里面进去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生态图 在恶劣的情况 就是一个囊包 然后这是变形虫状态 变毛虫状态 在变形虫的状态 或者变毛虫状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在玩水的时候 通过鼻腔进入 然后引起了脑膜炎 致死的最主要原因是脑膜炎 初期的症状 大概玩完水之后 一到九天之后会出现初期症状 最主要是头疼 发烧和恶心 还有可能有点点咳嗽 所以说和流感有点差不多 容易引起误诊 然后晚期就引起了脑膜炎的症状 就像颈部有点僵硬 思考混乱 注意力不集中 这个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信息 他最近去湖泊里面游过勇 然后出现那个脑炎现象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朝这个方向看了 然后我们就会抽叶 化验 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 有这个虫的痕迹 或者也可以做抗体测试 或者说做基因测试都可以 一般这个症状出现之后比较快 就有可能死亡 大概症状出现一到十九天之后 就有可能死亡 它不是一个绝症 可是呢 因为这个案例比较少 大家很容易把它忽略到了 当中普通的脑炎治疗 可是至今为止呢 治疗及时 美国已经有五宗比较成功的案例 在美国用的呢 是Metaphosan Metaphosan呢 这个药呢 其实是一个抗肿瘤的药物来的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医生 在美国我们是用这个药 成功治疗的 最后就讲讲预防吧 怎么样预防 那么刚才我已经把这个生态什么 都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鼻子 要把鼻子保护好 不要让这个变形虫啊 或者说那个死脑虫 从鼻腔里面进去 所以说呢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一定要在淡水里面有水的时候呢 大家比较建议呢 就是一不要把水放在 头放在水面底下 如果要放的话呢 如果可以的话 去买一个这种鼻夹 就是那个花样游泳啊 你们经常看到夹的鼻子 那个东西 鼻夹 如果你去泡温泉啊 或者说是从天然温泉 特别天然温泉 如果是假的那个人工的温泉 那另外那回事 它那个水是处理过了 如果天然温泉的话 你也要小心 这头不要放在那个温泉里面去 如果放进去的话 也是用个鼻架比较好 当然避免在这种地方玩啊 这种地方是当然最好的 对小孩子来说呢 让他们在玩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去搅动 那些下面的仪式啊 当然这个很难 所以呢 大人呢 要比较小心一点 好 今天这个东西就介绍完了 大家看完之后 应该就不用恐慌了 因为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一种东西来的 对普通人来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危险性 所以说呢 网络上 微信上的一些自媒体的东西 大家看过之后 需要比较专业的去分析一下 不要听了之后 就马上觉得非常非常惶恐了 好 谢谢大家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